警告,本视频内涵及凶残的剧后,请谨慎选择观看。 黑豹开始追他,黑豹难道是为了极支糖浆,没多久黑豹就追上了小屁孩,原来黑豹是小屁孩的朋友,他俩玩呢,我再一看这小屁孩挺眼熟啊,Siri,你看像谁,这,这不是海尔兄弟吗? 谁说不是呢,不过他那个失散多年的白皮肤弟弟在全片中一直没有出场,片方说了会拍续集,也许大家将在续集里看到他。 我们继续往下说,话说这位海尔兄弟,等等,我听着真逼扭,这位海尔没有弟,只有兄,你怎么能说海尔兄弟呢? 听清楚了,我说的是海尔兄弟,不是海尔兄弟,明白没? 好吧,我语文没你好,就是,别瞎打岔,话说这位海尔兄弟原来是个孤儿,从小在狼群中长大,丛林里的动物们都是他的好朋友,有一天他正和他的动物朋友们在河边喝水呢,一只老虎来了,老虎说海尔兄弟是人类,不属于丛林,必须被消灭,这时候老狼就不乐意了。 好说我也养了这小孩好几年,其实你想吃就能吃的,于是老狼使出了杀手锏。 开始唱同桌的你。 呃,我说的不是那个老狼,而是森林里的老狼,他对老虎摆出了森林公约,枯水期所有动物都是不能杀身的,于是老虎就灰溜溜的走了。 这老虎比人还想到底呢? 枯水期不能杀身,鱼寄来了就不一样了,狼群知道老虎一定不会散罢甘休,于是召开会议讨论海尔兄弟的去留。 海尔兄弟也不愿连累狼群,于是决定离开,然后由黑豹护送他回人类村庄。 海尔兄弟心里一定在想,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村儿。 海尔兄弟前脚刚走老虎后脚就到了,见狼群放跑了海尔兄弟。 老虎恼羞成怒,一口咬死了老狼,从此轻轻草原获得了和平。 你以为死的是灰太郎啊? 另一边黑豹赠送海尔兄弟回村庄,老虎却突然半路杀出,黑豹为了保护海尔兄弟而与老虎肉搏。 海尔兄弟趁机跑路,跑过峡谷跑过悬崖,终于来到了另一片森林,在森林里遇上了一条美女蛇。 美女蛇都遇上了,没遇上葫芦娃吗? 美女蛇告诉海尔兄弟,原来你爹在你小时候就被老虎吃掉了,而老虎怕你寻仇所以才一直想吃你,与其你被老虎吃掉,还不如被我吃掉吧。 正要开始吃的,一只狗熊扑了过来,救走了海尔兄弟。 跟妖怪是糖松肉似的,你吃就吃吧,话那么多干嘛。 狗熊救走了海尔兄弟,原来不是因为他长得帅,而是想利用他去爬蜂蜜。 在一起爬蜂蜜的过程中,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。 好嘛,化蜂一下重启洋洋变成熊出没了。 在黑豹和狗熊的解决下,猴王的阴谋没有得逞,但他却告诉了海尔兄弟老狼被老虎咬死的真相。 老狼是海尔兄弟的养父,杀父之后不共戴天,于是海尔兄弟决定报仇。 他去人类村庄偷来了火把,想利用野兽怕火的特点制服老虎,然而却意外地引人了一场森林大火,导致大量斗无家可归。 海尔兄弟最终决定扔掉火把利用人类才有的智慧与老虎决战。 他把老虎引入了失火的森林里,巧妙地制造了一个陷阱,将老虎骗入火坑烧死。 之后又带领向群箭堤坝开钩去利用河水灭掉了森林大火,从此森林获得了和平。 海尔兄弟和动物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 老虎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海尔兄弟要是被抓到可能要被判刑的。 总之这是一部典型的迪士尼风格的何佳欢电影,虽然讲的是一个通话冒险故事,但特效很不错,剧情也紧凑刺激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得罪熊孩子,否则他会走上放火烧山猎杀老虎等等违法犯罪的道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